大家好 歡迎繼續偷看攻占主流股 我是你的好朋友邱敏寬 今天是6月17號 近期在報紙上有一則新聞 在過去避險基金可以說 在全世界的股市當中呼風喚雨 可是在最近的三年以來 發生了一件非常吊詭的一個事情 避險基金的一個績效非常非常的差 那為什麼避險基金的一個績效非常非常差呢 如果我們來看美股 我們用倒窮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目前倒窮的一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這樣為所欲為 沒有辦法喔 它其實波動率非常非常少 它就是要攻它就是一次到頂 那修正 修正完再漲過高 修正再漲過高 修正再漲過高 過去像避險基金它可以把這段分開來做 它可以把這段分開來做 但現在呢有沒有機會 機會不大 美股來到這個地方 發現了一件非常吊詭的事情 特別是這一波從整個3月份過後 美股它就是收收收收收收都收紅 各位你看這個圖你會發現什麼事 發現它的黑K棒很少 它的黑K棒會非常非常少 這個是美股的一個狀況 我們回歸到台股 台股這一波的一個結構 我們說比較難熬比較難撐 就是在今年5月6月 紅K 黑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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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K 紅K 黑K 紅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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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只有在今年的5月份 曾經出現所謂的多空對峙 不然你這一波的行情各位 這一波的行情 一路上來都是多頭 可是多頭來到這個地方 我問各位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所謂的原理跟觀念 多頭結束了沒有 各位多頭結束了沒有 就我個人的一個認知 我曾經跟各位報告過啊 我說來到這個地方 對一般如果你還堅守著 過去所有的一個技術分析的觀念 很辛苦啊 你數波浪數不準 你看量下背離沒有用啊 你看那種所謂的過高拉回 它不理你啊 這一波的主結構在哪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一波的主結構在哪邊 這一波的主結構就在兩個字 就在兩樣決定重要的一個關鍵 叫什麼 第一個叫景氣嘛 第一個就叫景氣嘛 景氣上來了 第二個呢 第二個叫資金 那台股的資金很多人都在納悶 奇怪 台股的資金哪來 外資的資金哪來 結構來到這個地方 都是呈現金金漲每天都量價背離 就像之前行情在最困頓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說 唉唷 那來到這個地方 六七千點漲上來 漲到整個八千多了 漲兩千點了 量價背離你該放空 各位 對還是錯 技術分析教科書跟你說 你該做放空 可是實際上你去放空 你去那電閣金屎屎啊 對不對 你去放空你去那電閣金屎屎啊 而這一波很多的個苦我們說 只要你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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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個股真的是賺到你做夢都會笑 你有耐性的話 什麼叫你有耐性的話 自威過去我們跟各位討論的時候 股價不到100塊錢 88塊93塊 沿路漲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問我說他在漲什麼 我已經把原理都告訴你了 六項感測器 過去他在做電子連接器 他說他不做了 他在做什麼 未來新型的一個導向叫做綜合 什麼叫綜合 樓下可能是一個所謂的一個垂直升降 那種類似大怒神的遊戲 機架打好之後上面開旋轉餐廳 旋轉餐廳完之後以這個毛架做支架 再開一個大型的雲霄飛車 很多人覺得說 哇那要不要花很多錢 他說沒關係 花很多錢 那我幫你蓋 以後你從整個門票當中回饋給我 這個跟什麼一樣 這個跟過去沒有人會想到說 以後所有的所有的銷售行為 都在網路上一樣嘛 為什麼馬雲的阿里巴巴這麼恐怖 因為馬雲的阿里巴巴 把全世界過去既有的觀念 過去你要做生意你要怎麼做 你要去批一個貨 你要去找一個地方開一間店 開一間店完之後再把貨放進去 呼客人來 快點快點大家快點我這裡看 現在呢 現在貨在哪裡 現在貨只要放在餐庫裡面 自動物流過程的當中 各位需不需要再開一間店 不需要 這個叫時代的變化 什麼叫時代的一個變化 過去大家早上的時候會去買報紙 買報紙回來看 現在要不要買報紙回來看 不用為什麼你的平板打開 你的智慧型手機打開 你只要點他的廣告 哇報紙資料源源不絕 那這當中有很多的事情會被淘汰 可是在這當中很多的事情會被衍生進來 最重點是你如何去把握那個最好的機會 就像這個大盤 我們說放空的人鐵錠很多 突破鐵錠會軋空 有沒有軋空 軋到現在都9200了 我們那時候一直跟各位談 談什麼 我說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金金漲 這波的行情是不是金金漲 美國股市金金漲 德國股市金金漲 台北股市金金漲 如果我連大盤都看不懂的話 我怎麼去幫所有的家族挑股票啊 球控在誰手中 球控在多頭的手中 底部測試 當天測試測試多少 測試9100點 9100點 嘔嘔來甩轎 我們說最近常常股票都超乎各位的一個想像 很多個股也是 可是結構來到這個地方 我再問各位一個 結構有沒有被改變 有沒有被改變 沒有嘛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 不管是9150 9000 190 509000 這個全部都是多頭的一個防線 有沒有敗相 沒有敗相 明天 其實要做結算的一個動作 目前放空的pull cost ratio 還是比例非常非常多 無量金金漲 資金很充裕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盤有沒有敗相 各位沒有敗相 那大盤沒有敗相 該挑什麼股票 我舉個最簡單的 不用說去年 3塊錢4塊錢的華雅科 我們不要去講那個 我們也不要去談 22塊到23塊錢的華雅科 我說那太久了 我們也不談這個時間點的華雅科 我們把時間點拉近一點 拉兩個range 第一個range 股票在35塊 在36塊的一個過程當中 各位你怎麼看華雅科 那時候的點在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的點 距離當初的起漲點 距離當初的起漲點 我們不要談2塊錢 那時候距離2塊錢已經漲18倍了 我們談4塊錢已經漲9倍了 你問我我怎麼看他 我那時候怎麼回答各位 我們說他今年第一季的獲利 1塊85元跟台積電一樣 全球沒有新產量 毛利率高達54% 比台積電還要高 一樣做記憶體 一樣做記憶體 台積電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家公司 你怎麼看他 我們那時候再問各位 如果上半年 第一季1塊85元 第二季我們隨便去點 點到1塊5 1塊6 目前以這個營收數字來看的話 我先跟各位報告喔 今年1月份做了72億1000萬 60億 69億 目前都是70億 毛利在整個高檔 持續高檔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第二季有可能會突破1塊85元 上半年給他拼上3塊半 假如啦各位假如 上半年給他拼快3塊半 假設全年拼上7塊錢 你怎麼估 我說你怎麼估我不知道 我們請家族還是說持續的 如果資金嫌愈 你如果正說資金會輸的 還會重的 多少賣 哪賣 對身體無敗 很多家族在問 寬哥 起10塊了 起10塊了 你說3塊4塊 來跟這檔前42塊 那還買還買 各位 你目前回頭一看 如果你知道他會漲到50幾塊 我說你半沒半就會出來買 但是最難撐的是什麼 最難撐的是在那個當下 最難撐的是在那個moment 我們說股市充滿了機會 股市充滿了機會 往上衝 6月6號當天 成交量爆出了29萬2千張 華雅科從接近漲停板 來到盤中跌停板 尾盤跌停沒有鎖死 很多人跟你說 這股票去完了 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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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去這麼多 這沒希望 剩下了 我那時候問各位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我說跌破 有來到45塊最好 但是我擔心他不會來 破我10塊先接 我問過各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說時間跟空間 你選哪一道 時間跟空間 你選哪一道 很多人那時候 可能都不會去看華雅科了 認為一檔個股 從34塊錢漲上來 從22塊錢漲上來 從35塊錢漲上來 漲到了整個 漲破50塊錢 又回破50元 應該要修正 有沒有修正 沒有修正 昨天收52塊半 今天54塊半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他今年第一季賺了1塊8.5 第二季還是有辦法 營收持續在高檔的一個狀況 而今年下半年 還是萬里無雲 你怎麼看 各位你怎麼看 就跟當初股價200多塊 300多塊 400多塊 我問各位基亞 基亞長線我看多少 你知道我的觀點啊 人家別人做肝炎疫苗的值1100億 基亞到現在才值600億而已 上個禮拜 我們也問過各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說你怎麼去評價生技股 你怎麼去評價生技股 生技股跟電子股一樣的評斷方法嗎 3176的基亞 你要營收多少 你要獲利多少 各位沒有啦 minus 下面取消謝謝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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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的公司 各位股價400多啦 台威體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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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的公司 各位股價300多啦 4180的安城藥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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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各位多少 300多啦 你評判的方式是用他的獲利嗎 各位不是的 你評判的方式是這個股價未來有沒有夢啊 就跟華雅科股價在3塊4塊錢的過程當中 全市場沒有人講 只有我阿寬說 那個時候市場上很多人說 這個人肚子壞掉了 過了兩年 現在股價都在50塊 就跟全市場那時候沒有人跟各位談論到 整個翔碩股價在85塊錢 在83塊錢 在78塊錢 我跟各位談以為是B3.1 現在很多人說 這個炒作 各位是不是炒作 我等一下再把結構再談一次給你聽 看會不會是炒作 然後從整個翔碩延伸過來的 後面 來到了宣德 來到了鴻海 來到了鎮威 這些公司怎麼看 我上週四 上週五才跟各位談 可是我說生技股你要怎麼去看 生技股看的是什麼 生技股看的是領導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領導人切進去的一個過程當中 可以把過去達不到的 變成可以達得到的 基亞 如果今天不是領導者非常非常的強 領導者非常非常的厲害 目前全台灣 所有肝癌相關的 最整個核心的技術 全部都在基亞的手中 我說最簡單的 了解的東西 為什麼股價各位現在400多 安城藥業我曾經問過各位啊 他的董事長叫陳志明 總經理叫陳志光 這兩位先生 過去曾經兩個人聯手 在整個美國 成立一家叫美國安城 美國安城 所成立出來的一個藥物 是全世界第四大學民藥 家家戶戶家裡都有 他們目前有什麼新的計畫 安城藥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 神龍1789沒有跟各位談啊 這個叫海歸派 董事長鄭高輝先生是統一集團 他們的整個原始的高階的 可是真正管事的叫馬海怡小姐 馬海怡小姐利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有辦法把一家公司的整個 所謂的原料用藥推展到台灣 推展到中國大陸 推展到全世界 今天要做所有的藥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說 你沒有從神龍叫原料 我要我不敢跟你買 這叫什麼 這叫品質嘛 就跟今天BMW 今天賓士 今天什麼法拉利的跑車 他會不會隨隨便便的 去跟一家隨便什麼 亂七八糟阿狗阿貓的公司 去拿零件來就裝在自己的車子上面 不會 為什麼 他沒信心嘛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在說 神龍沒賺多少錢啊 為什麼股價這麼貴70幾塊 因為他掌握了全台灣 全中國大陸 最大的所謂的一個原料藥市場 所以我們說這一波各位 紅電衣很重要 為什麼紅電衣很重要 我們那時候一直跟各位談 紅電衣重要重要在哪邊 紅電衣重要買的不是獲利 買的不是營收 買的是一個黃金組合 買的這個黃金組合 是未來有希望的黃金組合 為什麼 因為李世仁先生 就是專門在拯救生技國的 他們有辦法利用一些 所謂的一個題材 利用他們的人脈 利用他們的關係 去把整個很多的事情 打出一片天來 你看到今天很多人都說 這個還會創新高嗎 各位今天的紅電衣還在漲啊 六七月最夯的一定是生技 生技該怎麼布局 你該怎麼買 我說您放心 我會一檔一檔的給各位知道 等一下休息回來 我們要來談EVSB3.1 可是在談EVSB3.1之前 我請問各位 你要怎麼布局 各位你要怎麼布局 我相信我現在跟你講這句話 你聽得下去 我跟各位談說 基本面才是硬道理 我認為你聽得下去 我們先來看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我把名字遮起來 這間公司叫做巴菲特 叫做Ian Musk 以恩馬克思是誰呢 以恩馬克思是特斯拉的老闆 這位先生非常的聰明 年紀很輕 他腦中有很多那種所謂的想像 我說這跟我們台灣人不一樣 我們台灣人想的都很簡單 做大館賺大錢 買大金錢 帶老太太 其實我們台灣人很多的觀念很狹隘 他們的觀念是想說 要如何利用整個最好的方法 能夠造福世人 巴菲特也在想 用什麼方法可以造福世人 他造福世人的過程當中 也幫自己累積了財富 這間公司 他有關風力發電 這間公司他有關於無電動車的充電槍 但是我要請各位注意到一點 來 鏡頭拉近一點 他5月份的營收突破10億了 他5月份的營收突破10億了 今年1月份做9億 做8億 做了9億5000萬 賺多少錢 賺0.97 我目前在粗估這個情況之下 他今年第一季加第二季 有可能獲利 去年獲利是3.2 去年獲利是3.2 今天呢 今天在盤下 那對不起圖我不拿出來 圖拿出來太多人會自己破解 我說你自己破解沒關係 但是我怕你買不到 我怕你買不到 我怕你買不到 很多的一個個股 我說我要逢低 趁著大家沒注意的時候來做買進 讓法人來抬轎 好不好 讓法人來抬轎 我說此股3到5檔 一週進出1到2次就好了 我明天我要買這檔 今天收黑喔 今天它一點都沒有漲 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等下回來 時間如果夠 我們來談談USB3.1 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 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 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研究基本面 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 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 大過段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 1588 21年萬寶投顧 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誠志董事長領軍 郭衛銘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研究基本面 超過15年的 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 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 大過段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 1588 21年萬寶投顧 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誠志董事長領軍 郭衛銘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領付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才有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啊 五分鐘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來 時間剩不多 來 我們要講快一點喔 上個星期五 我們有花很多時間 來跟各位談說 連接器統一 規格化之後的商機 來 鏡頭拉近一點喔 這個是目前叫做 蘋果iPhone5 所用的一個所謂的 Lighting系統 它兩面都可以插 它兩面都可以插 它的連接界面的部分 也比USB 3.0還要快 可是未來的一個世代的話 它要走的是USB 3.1 那USB 3.1這一塊的話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談過詳索 有跟各位談過詳索 那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談論到說 這個後面衍生出來的 因應行動裝置所衍生出來的一個Type-C 那這個Type-C的一個部分的話 以後不管是電視 不管是NB 不管是平板 不管是智慧電視 所有的連接線 因為它輸出的速率夠快 它目前輸出的一個速率 大概是10G NPS 所以這個速度大概說 跟整個所謂的一個 目前最高階的叫Sunderbolt 可是Sunderbolt只能內部連接 第二塊的呢 第二塊的就是目前那個 電視在接的高階接頭 高階接頭的一個部分的話 MEPS的部分的話大概在14Mbps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商機 可是非常大的一個商機 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我們跟各位談的叫什麼 叫翔碩 一開始我們跟各位談的叫翔碩 那翔碩這一波的股價各位 上漲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不再跟各位多提了 這波翔碩的一個部分的話 之前我們跟各位談到目前為止 它上漲超過一倍了 上漲超過一倍了 那我們一直跟各位談 什麼叫做布局要有驚喜 宣德本身是一間 如果在沒有中國力訓的一個帶頭之下 它是一間很普通的公司 如果在沒有中國力訓帶頭的情況之下 它是一間很普通的一個公司 從過去的一個股價看得出來啊 宣德的股價最慘的時候 曾經不到5塊錢 這一波沿路上來 上來的過程當中 現在大家在思考的是 營收上來沒有 各位營收慢慢的跟上來了 去年全年0.09元 今年第一季0.81元 4832 目前來看的話 股價在30幾塊錢 貴還是不貴 這個不重要 來 先看這邊 在中國力訓的帶頭情況之下 它進入了Apple的一個供應鏈 未來 我們剛給各位看的那個Lighting接頭 那個叫iPhone 5的接頭 iPhone 6的接頭沒有要走USB 3.1 為什麼 沒那麼快 2017年 所以它會在2016年或2015年底開始推 可是iPhone 6的不能化連接器 力訓它在出現財 宣德它出連接器 這一波上漲的契機 你要知道是在哪邊 可是各位 這個 這個產品初期來看的話 大概是在4000萬台到5000萬台 目前全世界有兩家供應廠商 一家供應廠商在日本 另外一家就是中國力訓 要聽好我是中國力訓 不是我們台灣的宣德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會從鴻海本身來出 會從鴻海本身來出 鴻海旗下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出的連接器它也會出 比較重要在下面 iWatch的一個部分的話 前期第一波300萬台到500萬台 會由廣達來做 廣達來做的過程當中 這個無線充電板 目前通過認證的沒有幾間 目前通過認證的沒幾家 所以結構性的一個部分的話 來 它目前先做什麼 來我們拉這個地方就好了 它目前先做iPhone iWatch 相關連接器 對不起這邊少一個接 相關的連接器跟充電板 以後跟翔碩一樣 會進入USB3.1的製造 各位如果您翔碩沒有買到 後面該怎麼佈局 後面該怎麼佈局 然後來 這間公司我們剛有特別 跟各位談論到 它今年第一季獲利是0.97 目前第二季的獲利 以4月份跟5月份來看的話 比今年第一季要好很多 重點它做的產業 在於風力發電該用的 最重要的一個零件 重點在於它所做的產業 是在整個電動車所要的 充電槍相關最重要的零件 股價今天沒有漲 營收有機會大爆發 獲利有機會大成長 你要不要來把握這個機會 各位 你要不要來把握這個機會 讓法人來抬轎 讓法人來抬轎 我說持股不用多 進出也不用多 重點要掌握當季的一個主流 有任何的需要 可以跟我們的線上助理做聯絡 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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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寶請來電 0266181588 0266181588 研究基本面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大擴斷操作 值得信賴 插詢對話 0266181588 21年萬寶投顧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誠志董事長領軍 郭衛銘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1588 0266181588 當初來到台灣的時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適應 也過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謝移民署 對於新住民的幫忙 讓我們免費上課 文 ident勢 萬寶寬 抹黑 還有他 凹黑